Hello, 你們好 現在5月13日, 12時53分 今天遲了和大家說 因為剛才說完一輪之後, 原來還沒按鈕 沒有錄到, 不好意思 要做兩個節目之後才開始 為什麼呢? 可能太開心, 見到市場這樣升 見到一個牛市又開始來了 所以連按鈕都忘了按鈕 今天成交上半日市升了790億 去到19,052 見到內房也有些回套 科技個別也有些回套 但又有些其他股票是接力的 整體來說,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市 這個市場這樣升法 其實跟去年的年頭 即是由前年的年尾 10月份見過14,600之後 10月31日見過14,600之後 上到去年的2月份 22,700那6,000幾點 接近8,000點 那裡的8,000點其實都很相類似 但這個上升就不像去年年頭 即是前年年尾到年頭 這個市場上升得這麼急 這次是慢一點的 其實慢一點是好事 慢一點就是底子打緊一點 因為市場上升得太快 很多投資者要追不到的 要換馬換不到 急上急下 其實不是好事 現在它慢慢升 反而令到投資者可以慢慢調整組合 那這個升呢 為什麼會升上來呢 大家都可能會奇怪 因為其實之前呢 有些對沖基金 外資其實看得很淡的 即是說的是大升之前 其實都看到成萬四 甚至乎再低一點的 但是結果沒有出現的 反而升上來 變成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就見到很多熱錢 特別是對沖基金 在海外日本和美國那邊 有些錢都回到香港 中東也有些錢回來 內地也有些錢過來 因為那個AH股的效應 所以這些種種加起來 就令到市場有個上升 這次這個升法 就不是純粹是補空倉大洞 如果不是補空倉大洞的話 反而力會比較實在一點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牛市 那這個牛市呢 那怎樣移動呢 現在呢 就去到19,052 那19,000是一個位來的 上次說過的 18,800到19,000 來到這個位呢 打一打之後呢 打底之後呢 它有機會會回吐一點的 回吐多少呢 可能18,500 但是最大的支持位呢 是17,800 如果17,800都守不住 就最多頂了 17,500 那麼17,500和17,800就好 到現在呢 都是說著千多點而已 不是太多 所以大家就握緊 如果的後面呢 因為始終升市都有回落的 一個上升市 都會中間有個回落調整的 有個小小的回落整顧的 那麼在大家握緊 每一次的小小的回落呢 大漲小回的裡面呢 就買些股票 買股票 買牛證都可以 但是記住就不要做紅證 因為呢 在一個升市裡面呢 如果你是要做紅證的話呢 很被動的 即是如果你說想捉 每一次的小小的大漲小回的調整 來到買紅證呢 你一買得不準 拿得不漂亮 它一脫 它就收了你的紅證了 所以呢 在一些升市來說呢 其實我早兩個月已經說過 不過我太早了 講過市要升 就做牛 捱牛比捱紅 但是當時是早了一點 但是呢 去到四月份呢 三、四月份呢 開始市橫行了一段 打底之後呢 即是在18,400那裡 打底幾天呢 就開始再上了 變成這個確認了 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就捱牛比捱紅了 現在每一次的回落 就買牛 或者買股票 就算你不做那麼多衍生工具的東西 都可以的 直接買股票就簡單一點 不用做那麼多東西 那買股票 買什麼股票呢 你會輪動 因為呢 通常是這樣的 升市呢 當然你說 好像去年年頭 那樣 巴巴聲升上去 你是追不及的 沒得說 如果傳統一個正常的升市 它是會輪動的 那你便慢慢捱著一些板塊 慢慢呢 由大一點的 最強的股票 轉到二線 沒有那麼強的股票 做三線 四線 那慢慢慢慢呢 一個慢慢的修補 一路的這樣 騎著浪頭 這樣上去 那你便可以 之前的蟹貨 你可以補回損失 就算你什麼都不做 那些蟹貨 它慢慢升上去 它有一天都會慢慢鬆綁 那當然看你的蟹貨有多高 如果太高 那就是另一件事 所以多多少少 你要撥一點點資金出來 去溝貨也好 去輪動換股票也好 買貨也好 去這樣做 那當然 你之前坐下來的蟹貨 你櫃桶未有錢賺 那你慢慢又由頭來過 你撥一點才做 你慢慢又賺到錢 才再增加 那用這個方法 那我們看一個圖 這是恒指圖 恒指圖 這是日線圖 日線圖 你看到 其實它上了一層 上來之後 我調整長一點 它上了一層 上來之後 這裡打了底 之後再上去 而你看回 這個MACD 是反應慢一點的 但是它反映了 是一個上升市 而Stochastic 就站在那裡 93日站在那裡 在高位上 RSI 亦都已經上去 76-73 超賣區 但是70幾不算高 而你看回 其實 MACD 能夠升上去 這個紅柱之上 其實沒有多少次 在這裏 在今年的2月份 已經上過一次 如果你看回 周線圖更加少 周線圖 一個星期才一支 陰陽燭 能夠插上去 紅柱區上面 MACD 其實是在去年年頭 前年年尾 去到去年年頭 試過一次 跟著一直都沒有試過 是去到今年 現在 4月份 開始 才再插上去一次 4月尾 4月尾 18,000點 左右 18,000點 左右 18,500點 這些位置 才叫做 升穿 剛剛升穿 不是很久 但去年年頭 在1月份 其實它要去到 21,500點 這叫做升穿 去到21,500點 才會升上來 所以這次是慢很多 這次慢很多 慢慢扯上來 其實就不是壞事 那就會更加穩實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市場不會太差 過去你看到 周線圖 一個星期才是一支陰陽足 一年只有52個星期 即是五十多個陰陽足 就變成一年了 所以這反映得比較長的時間 而你看一下 過往 其實就是 今年計 今年計 由去年到今年 去年的見頂之後 下來 一直 那個指數 都沒有升上去 那條生命線 就是最短的平均線 一直都包在下面 都沒有上去 直至到 近期 在五月頭才升穿 所以這個是比較大的顯示 這是從記錄片來講 至於周線圖的短期通道 在哪裡 就是19,800到20,400 即是20,000點那裡 就會有一定的阻力 這個是我的短期通道 而這個阻力一過了 再上是22,700那頭 22,700那頭 即是去年年頭的高位 它會不會再上升呢 再上升到24,000呢 都不排除 但我們到時再講 一言之上早 但起碼 你說 上升到20,000到22,000 22,000點 是機會非常大 在今年 從這個技術走勢來講 所以在這個情況 大家千萬不要做紅了 大家做牛 選個舒服一點的做 每次回落 當然是否一定要做牛呢 那你不一定的 那你為什麼呢 你買股票也可以 那牛呢 我之前講過兩隻 就是388 你試好 388不會太差的 388現在是284.6 那388呢 其實在這個位 它又回到一些 之前的較高位 之前的較高位 就是在285到295這段 就開始進入這個區 這個區又有壓力 那再上呢 可能呢 如果它守得住這些位 再突破的話呢 再上呢 就是305到315那頭了 所以廣交收入有沒有機會 上回三百多元呢 是有的 你看回長期走勢呢 來講呢 長期的 長期的走勢 這是日線圖來的 長期的走勢呢 其實呢 它已經 是升穿了 它已經升穿了 上來的 它甚至乎呢 日線來講呢 它已經升穿了 我所有的平均線 中短 和長期的平均線都會升穿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它是絕對有機會再高一點的 那變成了 港交所來講 你買什麼呢 你便 之前我講過的 有 有些 你可以買證股 也可以買它那隻牛 牛的就五六三四七 五六三四七呢 港交所的牛呢 就是236元收回的 236元收回呢 那就 相對來講呢 它會比較穩陣一點的 當然它的槓桿沒有那麼高 但是它去什麼位置 你去買買呢 近期呢 它有個裂口的 裂口大概在 274到274那裡 你看得到274 你才會考慮 就是說港交所 但是如果你說正股來講呢 就沒有什麼所謂的 那還有呢 講開呢 就 你那些MPF 那些強積金呢 之前幾個星期 就叫大家轉回一半 進去 或者三分二 或者一半 或者三分一 去做港股投資 那你又轉到 就空起你了 起碼呢 就 這一段呢 你都已經賺回 賺回 8%左右了 6到8%了 而剩下的那些點呢 我都建議你轉回去 因為為什麼呢 這些強積金呢 你就不是看短線 不是短炒一兩個星期的 這些都是看長一點的 既然那些市是好的話呢 你就轉回去 轉回去講古道 就不要做利息保本那些 那些呢 就是對你來說呢 是虧張的 現在這樣的情形 那至於 那至於 那 剛才說的呢 就是5-6-3-4-7 那這個你可以做 但是呢 就看它回回來 那它槓桿呢 有5倍左右 那但是呢 你就買正股都可以的 如果到時看情況 那另外還有一隻呢 就是23-18 23-18其實很低的 23-18雖然升了 整兩個星期了 但是呢 你看看它41.3 如果你看回周線圖 其實呢 它很低 它其實都還是在一個低位 周線圖有一個W的底 雙底形成了之後 突破了 上了來的 所以呢 現在來說呢 它就會下個位 會向哪裡進發呢 就是大概在48元那裡 48 47-49 那些平均線的密集區 而23-18呢 平保呢 你可以 有一隻牛的都 就是56504 56504呢 就是平安保險的 瑞銀的牛 來的 它就是33個半收回的 你可以考慮這隻 它就是33個半收回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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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保呢 就 周線圖 看這些位 就 不是 有什麼問題的 那麼你看看 今天最低40元2毫 你40元邊 如果看見40元邊 那裡 你可以到時候 你可以考慮 至于整个指数再说多次 现在这个位置19,000点 星期三是假期 短期大涨小回 上下上下回少少都正常都有机会 要回落来的什么位置呢 18,500就一个位置 但如果说18,500就一个位置 再下多一点的 我日线图的生命线是18,300左右 18,300到18,500就是一个大一点的位置 再低的大位置是17,800 见不见到这些位置呢 我们就不知道 未必可以见到这么低 即是1200点左右 再上第一个位置是20,500 接着是22,700 就是去年年头的高位 我们就拿着这两个位置做 下面就 如果见得到刚才说的位置 就很漂亮了 至于股票来说 之前说的内房股就有回吐的 譬如是109 今天就跌了2% 119就没有升跌 月秀就跌了1% 3990就升的 960就是升的 270也是升的 270升5% 大家看到了 270升5%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一直说的 是它很低的 我说它会补回列口去4.5.5 结果这东西兑现了 那后面怎么行呢 270会再补下个列口 下个列口就是5.1到5.6 那里的 5.1到5.6 那里的 会下一个列口 那现在呢 在我的短期通道的位置 那里的 4.8 4.9.5 那里的 那里先在那里集结一下 整固一下 那下个位置就是那里 那你越海这些不需要走的 那 除非你低位买了很多上来 你减少少 拿个美好一点 平均都可以的 因为畢竟它息口都有6厘 那至于其他的内房 都是会大的央企 因为它本身是有实力 那它是会好的 但是大的民企 譬如美的这些都是强的 那后面都会受惠 那龙湖也是 但是那些太小的 譬如佳兆业这些 我建议你们就不要追这些 这些是危险的 因为始终来说 它们的负债很高 那后面就算怎样重组都好 都是会 对它们来说 都是会稍为负面的 因为要撇障的撇障 要去环息就环息 因为它这里牵涉的东西很大 所以这里的东西有时间搞的 所以不要碰那些 就算它有得炒上来 你短炒我这些 不建议你了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很厉害的 一天两天的短炒 那我这些没得建议 你自己搞定 至于这个内房 内银也是继续做好的 譬如你看到中行 三个七五四的了 一路这样上的 你看到很厉害的 周线图说 它已经去到 说的是 一年 二零 一百年的高位都过了 现在是值 现在甚至乎连那个 2015年的时候 那些位都过了 所以它是很强的 这些就是估值重估 重新的估计 但当然跟维稳有关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些内银 我们如果要选内银 就选3968 因为招商银行 因为招商银行 远远都未去到那些位 远远还是很低 那这些便可以直播率高 那那些中行又如何呢 中行可以将中行 沽调一点 转回去招商银行 或者转回去油柱银行 都可以 因为它们未升够 它们来说是比较低的 四大银行都是很高 都是上了来 所以唯一可以选的 就是选回刚才说的两只 至于内险又如何呢 内险2318是很低的 刚才说过 2318就是41元 它会向我的通道平均线密集区 48元进发 都有20%的空间 这是内银内防内险 至于其他的 例如是消费股 之前提过很多只 美兰空港一个大的 这是周线图 如果日线图 周线图更加清楚一点 周线图 其实它又是 开始想插穿上来的 美兰空港这些 又是有机会继续做好的 至于520 小时尚、沙布沙布 上周五大升20% 正是说落后也很重要 不止它 1579 遗海也是 有货 货货的 便加少少仓 混合它 如果没有货货 直播率也高 至于啤酒股 168 青岛啤是比较便宜 估值上来说 比对华远啤 它是比较好一点 识口又高一点 所以青岛啤会继续 都是看好 至于 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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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周线图 特报 将那些不太赚钱 因为疫情 Palladium 和case risk 放回母公司 这是好事 减轻了它的 营运成本 增加它的 编制利润 这方面 会继续看好一点 这个水平 未见到很大的突破点 但周线图 它已经向上升 这些也是漂亮的 其实很多股票都很值租 257就升穿了周线图的通道位 下面再上的话 再上就是以4元左右进发 就是4元的区 这段时间去到这些位又如何呢 这些位你可以减少少 减少少 所以就去到4元 如果它 4元它突破不到 你在那些位那里 就再平回多一部分 257是可以这样做的 之前的同学 或者粉丝问开这种 他们拿得多的话 刚刚现在就好了 现在开始赚钱了 对不对 至于其他那些呢 其实我再想说一说 就是科技股 科技股就是700 376元 它接着下一波会去哪 下一波就应该一定是 以400元进发的 3690 但是它也涨不少 来到这些位置 它一定有压力的 至于美团呢 平均线全部密集在哪里呢 140元那里 现在121 那就是还有十几个百分比 但是虽然还有十几个百分比 我也建议你开始减少一点 唯独市科技股里面 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比较低 就落后过其他 它一定会炒落后追落后的 那它第一个位呢 应该是以85元为一个第一个位置 85元 那如果看回周线图呢 85元能够升得到上去 守得住呢 下个位就是96元到99元那里 那阿里巴巴是OK的 那科技股里面几个呢 我就建议你阿里巴巴可以 因为也多持久一点 那而在线的股份里面呢 比如众安银行呢 其实我也说了 有大钱流入了去的 那众安银行这些继续会好 那这些位置15元都是低的 不算高的 那下个位呢 就会在一个短期通道里 短期通道那里 大概是15.6到16.1 那还有一些少许位在这儿 而三八八八三三软件这些都是强势 继续看好的了 八五六都是 八五六继续继续 卫士佳捷辰转又再高一点 现在五个二号一了 所以这些股份就不用担心的 至于大的重磅股里面 还有几个我提过的 例如港铁28.35元 港铁继续做好有大钱流入 那它就有些转小的 而周线图计呢 它应该都要再试上去第二条平均线 30元那里 这个是66元 港交所就刚才说过 继续会好些 这个位置集结一下 接着会向300-310元的位置进发 而邮邦呢 和汇丰呢 就比较高了一点 那这些我建议你 开始要减少一点 而七八八呢 去到九九了 展转就九九了 之前说九二三 如果你买了就赚10% 对吧 那这些是到位未呢 其实远远未到位 那周线图计呢 铁塔仍在低位那里上落 其实它要再上呢 因为未来一两年呢 一年后呢 它开始是会展现到收成期 那里呢 会带来很大收益的 那到时呢 那个市盈率就不是现在十几倍的 是单位数的 那所以这些呢 就 如果你铁得够长呢 十个三文钱呢 上得翻呢 是不难的 和现在计算到30% 那另外我想说呢 就是那些 譬如汽车股了 汽车股1211呢 223.2呢 它就会慢一点的 因为始终新能源车 好多竞争在里面 但是呢 就比较的一定是会先走的 那但是究竟 它那个新能源车那些 受到外围的 那个加税的 即加征关税的影响 那些会有多大呢 我们就要再看咯 暂时我们就放在一边先 那但是呢 就 你见到吉利那些呢 去极黑上市呢 就反映很好的美股 那 它都会继续有机会 有个好一点的空间 那现在 吉利来说 在一个低位 这个周线图来的 低位那里呢 其实就上了少少了 那它还有很多空间在那 那至于 我想说的另一个板块 就是教育股 教育股呢 就业绩不是太差的 去年都有增长的 其中八三九 宗教和中汇都是 但是它们的股息率 都有成七厘的 那些股息率 而市盈率呢 就是 都是只有几倍的 那宗教都是六倍左右 那 那 中汇也是四倍 那是挺离谱的 这些你们可以 有大钱流入了 这些可以买些的 买些慢慢收集 放久一点点 那整体来说呢 市场就是这样 那大家用心加油 那市场不是 不要小看这个市场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股市 慢慢回落 持有每一次的回落机会 买些股票 那有什么不明白呢 可以找我 那就可以用这个电话 那还有呢 我投资班在五月三十一日 两个星期后呢 过多两个星期 就会开班的了 那有兴趣参加 怎样学 怎样看图 怎样去做这个 是适当的一些对冲 或者用衍生工具 怎样增加你的收益 这些呢 我都会教到的 那正正这一时间呢 就开始是一个牛市的出现 拿紧的机会 那 那 联络我吧 我值得你去参加的 那 那我会教你们一些方法 那 那 逢星期五的晚上七点到九点 那 那 那今天呢 和你参加了投资班呢 我会有个 这个群组的 那 那我就会 不定是这样呢 就会有些提示给大家 还有呢 有些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在那里交流的 那 我没有开其他群组的 只是开那些学生群组的 那 那 有什么不明呢 就用这个电话找我 我不会开其他的 投资小组的 大家 记得那些都是假的 不要相信 那 那 大家加油 那今天简单讲到这里 那 那记得 那 就按like 按一次好了 多过一次就无效的 那 还有呢 这个频道有赖你支持的 觉得好的 那就介绍多给朋友圈吧 那 我也是希望帮你们的 那 这个频道也有赖你支持的 那 按订阅 订阅免费的 按订阅之后 叫你的朋友 就按个钟钟 按住 我身边告诉大家听的 那 那再次多谢你的支持 说到这里 拜拜 感谢观看